华裔选民占将近60%的 世根庄周一席 过去三届大选一直以来 都是火箭的地盘 不过鱼米之乡将迎来一名 29岁的马华小将李奕渊 想要以四大梦想版图 希望选民给他一个机会 为世根庄带来更好的发展 在世根庄土生土长的 年轻小伙子李奕渊 毅然决定踏入政坛 希望可以成为人民代义室 主题为我的家乡我的梦 李奕渊的梦想栏本推介活动 别开生命选择在渔村进行 活动请来李奕渊的父亲 朋友分享他的生活点滴 为了就是要让当地人 更了解这名马华新兵 尽管火箭还没正式公布 世根庄周期候选人名单 不过已经蝉联三届 世根庄中议员黄瑞玲 预料将继续守土 李奕渊打出四大梦想版图 势必要将世根庄打造成 深度旅游标杆 开拓新双机 落实聚落规划 鼓励年轻人回乡创业 等等目标 这些愿景是否真的能办到 火箭议员黄瑞玲 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相信在这一方面 我们身为年轻人也是做足了一些功夫 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去跟居民交流 尽量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然后希望能够纳入各方的意见 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身为 世根庄能要的是什么 所以在对的王瑞玲当儿 我觉得胜算是有 尤其是我们在做严妇拜访的时候 去跟每个居民有一个竞技力的接触 究竟是姜氏老的辣 还是世根庄周袭会惊喜上演 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戏码 选民静观其变 有的选民满意 黄瑞玲过去多年的表现 也有的对年轻候选人满是期待 黄瑞玲是在世根庄 是真的是做得很好 因为自从他三届单身的周园之后 我们世根庄的发展 有目共睹 他不错 至于他执政过后 像是跟庄的理由 也什么都受到改变 还有这些什么 很多人命都有受费的 到时候老婆会派一个很年轻的 一个29岁的一个男子上来吗 像你 有啊 还可以你知道他吗 年轻有为 年轻有为 年轻啊 我们老一辈的还不大认识他 不过可以啦 年轻人应该多多出来活动 不会啦 年轻也是好啦 没有什么包啦 你是给机会 是给年轻人啦 不管黑包摆